馬鞍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瞬間看獨贏 不知道大家跑了馬仔嗎 這個時候見大家都是想跟大家說 在3T場次比較難少少贏過的馬 報回這個路程究竟有沒有贏過的 或者曾經贏過的馬轉了程來這裡有沒有機會 太多或太少都有機會爆冷 其實一隻贏過這個路程 你都知道他一失進就爆了 太多好像昨天的瞬間看獨贏 也都有機會爆 而且相當容易選擇 為什麼這麼說 就是那幾隻村民通常是連贏位置 三重載四連環我都見過 但是很冷的 有些幾十萬的 所以千萬不要放棄這個節目 一定要看看 未說之前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歡迎按右手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唱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三天美關有些什麼馬贏過這個路程 看到閃耀榮光當然是正正中中的 用天盤找得半笨不痛玩嗎 另外齊齊有福都贏過這個路程 我儘管給個黃心 飛馬輝煌算是強的 相當準確 跑三次有兩次在灌壓當然要 另外黃龍複象頂頭大熱 應該都不是三班馬來的 這隻很厲害 月球四閘挺漂亮的 不過處女馬先看看 接著勇廠是新馬來的 中環66 差點說了金槍60 接著四季起 這些都是新馬 快樂觀寬騰 他贏過一次 不過就是菊草 給他一個紅色深深 畢竟從情點都給面子 另外勇廠也是新馬 剛才說過 去到蓮花江玉 經常扭閘這隻馬 這些都不是那麼壞的馬 應該看他的樣子 看多兩局先 有運來也是 聖旺財之前經常都追他 未開齋 看看今次易當騎成怎樣 去到後面 活力長勝 贏過一次這個路程 千萬不要忘記他 忘記他這些冷門 經常開出來很麻煩 打鐵趁熱也是大樂非得手 升了班 看看還有任務 葉左航應該都有兩劑 有六隻贏過這個路程 加上未贏過 但未贏過同情 但贏過的快樂觀騰 其實有一半是贏過的 你知道前面的六隻 都是路程專家 曾經贏過 起碼會贏 將這六隻穿雲 有時也有好收穫 買一條單T 可能在3T場次爆冷 爆這些都不錯的 晚一點還有隔夜飛熱線材經 看看有沒有像上次的古靈精怪飛 真的可以 冷門那些有講有笑 上次這樣也有三甲 我也不相信 多謝大家收看 晚一點再見 拜拜 每次都會有努力 伊拉 百分之一 小鐘